对于千古一帝,这个称谓,一般很少用在朱元璋身上,朱元璋一劳永逸地解决了历朝历代都没解决的问题,绝对称得起这四个字,而且朱元璋解决胡幻的代价最小。 虽然女真人的清朝取代了明朝,但是明朝用一道城墙就解决了北方游牧民族的骚扰,还是很成功的,明朝实际是亡于内乱,而不是胡幻。 洞见历史人物,品息世间百态,欢迎订阅爱观历史,蒙古人入驻中原后,根据归顺的先后次序将人划分为四个等级,蒙古人,色穆人,汉人,南人,南方汉人。 今天咱们主要聊的就是色穆人,关于色穆人这个称呼的来历有两个版本,一是他们的眼珠跟我们亚洲人有颜色的差别,而是取名字各色名目的胡人,由于这些散落在西域各地的胡人很早就跟随蒙古人南征北战,所以他们在元朝的待遇都相当好,很多人都封侯败绝,甚至封王的都有不少人。 虽然前妻他们的人口并不多,但作为人上人的他们有非常好的条件繁衍人口,至元末时他们已经是一只人多是重的力量了,朱元璋在灭元的过程中也意识到了这群人的威胁。 七初也杀了一批色穆人,但是效果并不好,因为他们的人数并不少,像明染那样下令杀一个胡人,官生三级都没能解决问题,漏网之余,在所难免。 色穆人虽然地位很高,但老爹当官儿子不一定当官,更不可能每个儿子孙子都可以当官,一代代传下来就慢慢形成了贵族色穆人和平民色穆人。 朱元璋就针对这两种色穆人采取了愤而致志的办法,对于少数派的贵族色穆人采取了斩草除根的办法,成年贵族色穆人全部杀掉,为成年的全部阉割成太监。 用这种办法确实很聪明,那些有实力的贵族都是有名有姓的,漏网之鱼的可能很小,就算跑掉一两只小鱼也成不了气候,而燕哥他们未成年的子嗣也是个好办法,既少杀了人,又可以除根,因为小孩子的思想还没成形,不可能有很大的仇恨心。 朱元璋并没有把这些燕哥的小孩子放归民间,而是将他们养了起来,长大以后为自己办事,这样不但可以利用他们以胡治胡,还可以把他们留在身边,处在自己的监视之中。 他们之中最有名的就是七次下西洋的郑和了。 郑和的祖先可查的是他的六世祖赛典赤,善思丁,他曾任元朝云南的平章正事,一把手,死后被追封为咸阳王,一直到郑和的父亲这一辈, 他们这只族人一直都生活在云南,1381朱元璋派兰玉扫平云南,被抓的郑和家人全部处死,由于郑和年仅11岁,所以被燕哥后,留了一条命,之后一直为明朝做事。 对于平民色木人的解决办法,就温和很多了。 红武元年朱元璋下令,进胡福,胡宇,胡姓,胡明,郑和就因此改名为马三宝或者马和。 最狠的绝招就是红武五年,朱元璋又下令,蒙古色木人士,寄居中国,许与中国人家结婚姻,不许与本类自相嫁娶,为者男女两家抄末,入官为奴婢。 其色木清查自相婚姻,不在此线。 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蒙古人和以前跟蒙古人混的色木人不准相互通婚,想结婚只能找一个汉人媳妇,如果违反就把男女两家都抄家,男的为奴,女的为婢。 但是后来的西域色木人不受限制,据说朱元璋还曾督促各级官吏,帮助这些已经成为下等人的色木人找媳妇。 对于积极顺从朝廷的这部分人,还给了一份工作,在朱元璋恩威病失的策略下,色木人被迅速同化。 朱元璋不为人知的另一面,明朝建立之后,朱元璋论功行赏,没有半点拖延,只不过在太子朱镖死后,朱元璋开始有了私心,这时候的他发动了明朝红武三大案,结果导致了胡维雍,蓝玉等人全部被处死,牵连的人数达到了上万人之多,太子的死让朱元璋感到不安。 他没有将皇位传给皇子,反而是直接传给了自己的孙子朱允文,当初朱元璋大杀功臣。 为的就是能够让朱允文顺利继位,朱元璋的一生肯定是最具有传奇色彩的泰国皇帝了,在历朝历代的泰国皇帝中,朱元璋的出身最低,建立王朝的难度最大,小时候的朱元璋是放牛娃,这时候处于元朝末年,天下大乱,朱元璋此时只是一个小孩子,当时的朱元璋给地主留得放牛, 后来一次放牛的过程中,朱元璋和小伙伴将小牛赌给吃了,结果回去之后,朱元璋没有办法交差,最终的朱元璋被赶出了地主家,从此之后,朱元璋过上了流浪的生活。 这时候的朱元璋就是乞丐,到了长大之后,朱元璋先是在寺庙中维持生存,在之后的过程中,朱元璋加入了郭子星的起义军,这时候的朱元璋开启了他人生辉煌的过程, 在郭子星这里,朱元璋建功立业,很快就受到了重用,最终的朱元璋成为了吴王,在这之后,朱元璋建立了明朝,明朝的建立无疑让元末时期的百姓走出了黑暗,这在历史上可是绝无仅有的, 对于朱元璋打败元朝,人们都认为他是驱除达鲁,恢复中华,也可以说是历史上的国最正的皇帝。 这一点是其他皇帝无法相比的,根据明史的记载来看,朱元璋对待百姓是非常好的,可是他对明朝的官员就极为苛刻了,明朝时期,官员贪腐六十两白银就会被处死,这样的严酷律法,在历朝历代都是绝无仅有的,因此朱元璋建立明朝之后,深得人心,朱元璋是很好的开国皇帝, 不过他的爱好与历朝历代的皇帝也是相同的,朱元璋建立明朝之后,同历代皇帝一样广续美女,大批花季少女进入后宫,为了防止这些宫女给朱元璋戴绿帽子,结果朱元璋想出了一个非常残忍的方法。 众所周知,古代是由宦官的,在进宫成为宦官之前,会对男人进行阉割,那么朱元璋对待宫女也想出了这样一个方法。 朱元璋幽闭宫女,于聘去其今,如至马,使之泪,使御火削减,以至于女往往多死,现如今看来,这样的方法是非常残忍的,无论是宫女还是妃子,以及很多民间的女子,朱元璋都进行了幽闭,明朝济世录, 记载了朱元璋更为残忍的一面,上一旗通外,将妇女五千余人,去包皮筑草以示众。 这样的情况,可以用惨绝人怀来形容了,五千多女子都被包皮示众,在历史上,这样的情况非常罕见。 举个例子来说,公妃因为早产,提前一个月,生下了朱棣,竟然被朱元璋以铁裙之刑,活活将其烫死,这样的事情是历史罕见的,郭宁飞,李贤飞,葛丽飞比公妃的结果好不到那里去。 在一次朱元璋的大怒中,一怒之下,朱元璋将三人处死,朱元璋的后宫中,存在很多妃子,可是这些妃子,大部分都是被朱元璋处死的,有的甚至是抛尸荒野,即使是在朱元璋驾崩时。 这些妃子的命运也没有摆脱朱元璋,明史记载,太祖崩,工人多从死者。 话句话说就是朱元璋驾崩的时候,很多后宫的妃子都是陪葬者,同史十一记记载,朱元璋驾崩之后,明孝林陪葬的妃子有46人之多,这一点也达到了历朝历代皇帝之罪。 朱元璋灭元朝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件极为重大的事件,他在短短的九个月之内,完成了对元朝的统治,建立了明朝。 从而开创了中国历史上辉煌的新纪元,元朝确实是中国历史上领土最为辽阔的朝代。 其疆域跨越亚、非、欧三个大陆,包括现在的俄罗斯在内,大部分西亚地区都在元朝的控制范围内。 朱元璋在处理蒙古女俘虏的问题上的一系列举措,旨在推动民族融合,但也引发了对文化传统的思考。 作为一个民族,保护自己的传统文化和价值观是非常重要的,这有助于保持民族的独特性和认同感。 作为一个民族的主要的主要的主要是非常大的独特性和合传统的対象。 作为一个民族的理想